如果我有私理之处 向参众部长鞠躬自现 你们看错 龙山寺陈勤阿伯又来了 跟着陈时中如影随形 前一天机动抗议 被万华警方强行驾走 不过在保安宫 陈时中前脚进去跟庙方会谈 阿伯后脚踩到 良仁氏隔空喊话 父母官 儿女有困难了 父母都不要帮忙 那当然市民有任何的意见 也可以透过很多的管道 我们都愿意来了解 受访时才说以民为先 结果确实脱去旁边 陈时中冷眼旁观 抗议阿伯被起底是0206 齐全受害自救会成员 更被点名是 柯文哲和蒋万安的支持者 你之前是支持蒋万安是不是 这个是正式语言 莫非是被抹烂抹白 难道成情还得先看颜色 现在还要去区分 你必须要去我的粉 你才能来跟我抗议 你必须要跟这个行程有关的 你才来跟我陈晴 笑死人了 连两天闹场 似乎陈时中竞选团队也怕了 对不起陈时中的来 你干嘛 他你不要弄他好不好 拜托你不要弄他 喊话要陈晴 找立伟 还要拜托阿伯 别来弄陈时中 捐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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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观当年的马英九 鞋子包包满天飞 抗一民众闹整场 随乎却没有任何压制动作 对比陈时中 网友就大酸 好大的官威 还以为台湾是 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 看来陈时中 人来我就抗 选战还没开打 参选形象先打着扣 记者余佳豪 蔡品龙台北众号报导 现在XO象不简单 他必须要入住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XO象 好 扫描这个QR扣 或者要上快点购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顶级的XO象给带回家